-鬼鳳的火を喪わしてす Hello 的 Line my swag 欢迎各位回来SKIP nessa NFL解析系列 在前�期中 我們分析過了马桶人基本世界觀 并且透过多种宇宙 来思考马桶人的故事设定 这一集我们要还继续分析 十一集以后的剧情 在开始以前 我想分享幾個在留言區發現的有趣留言 像是有人覺得前傳跟馬桶人本傳是不相干的 這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之所以會認為這兩者有關聯的原因 是除了作者在第一季重製版播出以前 特地先發了這兩部片外 Mail07跟Mail09在討論多重宇宙的事情時 這個平板上的Mail07 俏巧與馬桶人的表情特徵一樣 他們都很愛翻自己的臉皮跟眼皮 再加上Mail07變身過程 特意出現這兩個造型 馬桶人與阿丁神登 這擺明是在提示我們 這個超火的馬桶人動畫劇情 只不過是作者計畫中的其中一個宇宙故事罷了 究竟The Fuck Boom的創作能力 還可以更有趣到什麼境界 就讓我們起來見證吧 此外狂想客提到的Mail09被Mail07暴打 為什麼不會死 劇情中的確有一段是這樣的 聽起來很像是Mail09被Mail07治療 所以沒掛 但基於作者其他作品中 常出現突然看到的領導人也會變成骷髏 以及Mail09先受到精神攻擊 後受到武力攻擊倒架前 開了兩個玩笑 變成直升機的螺旋槳 以及故意倒在地上邊說自己死了 賴著不想起來這段劇情看來 我認為更像是兩個人單純嘴炮互相開玩笑 而不是Mail07 真有能力能殺死Mail09 喔對了 或許有不少人看前兩集覺得很失望 聽起來很像是馬桶人才是主角才是好人 其實並不全然一定是這樣喔 我認為還是得進入更全面的分析 才能理解到作者想要表達的世界觀是什麼 好的 我們準備進入劇情分析啦 喔對了 基於我打算把所有發現的事情 跟情報與你們分享 所以每集的細節分析 會有非常大量的內容 且基於有些人最近沒有太多時間看影片 所以每部影片的集數 我不會像之前那樣拉得很長 那我們在影片開始以前 也請別忘記幫我留下個讚 這次目標也能定下2000個喜歡 很快達到 我就會加速更新這個系列 第11集 Let's Go! 在場景中 掌勁者身處於商辦大樓區 畫面中看不到人類的蹤影 說明了人類已經退出這場戰爭 路上有許多被砸爛的載具 還可以看到數個黑白攝影機人 以及大型攝影機人 天空與地上還出現了幾個骷髏人 還記得我們之前提供的男子漢09 以及女裝大佬都變過骷髏人吧 所以這裡不意外的是 馬桶人陣營利用攝影機的陣營 情報不足的烈士來混在軍隊中 數個攝影機人從踢而降 天空還漂浮著攝影機人的新出場載具 運輸飛船 看他們正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去打仗 接著畫面轉 馬桶大軍已然整頓好隊伍 整步步逼近 帶領軍隊的是首次登場的三巨頭馬桶人 眼睛的各位或許已經發現 左邊的頭是我們之前在餐廳看過的實體 右邊則是五官跟他一樣 但沒有頭髮的光頭雙胞胎兄弟 當戰鬥曲唱完時 他們的第三個巨頭出現 他有一樣五官 但卻是半禿頭 有趣的是他居然還帶著惡魔角頭式 怎樣推斷起來 他們三胞胎的兄弟聯合造型 是可以成為三巨頭馬桶的人 且一起戰鬥時 恐怕還擁有共生共存的模式 可以互相照應、牽制敵人的行動 在這裡我們還能聯想到 同樣是三顆頭的希臘神話生物 地獄三頭犬 克爾伯洛斯 雖然在神話中他被稱之為惡魔 但同時也被稱作神獸 傳說中他住在冥河岸邊 為冥王黑蒂斯看守冥界的大門 他允許死者的靈魂進入 但不讓任何死者離開冥界 當然也不允許活人出入 其實在希臘神話中 冥界是作為平衡世界的存在 而地獄三頭犬 作為冥界大門看守者 同時也肩負著維持世界平衡重大責任 在這裡特地派出三巨頭馬桶人 是否也意味著作者想要告訴我們 這個宇宙已然失去平衡 現在必須要讓三巨頭馬桶人來平衡一下呢? 再來各位應該也注意到了 第10集中被衝刷掉的男子漢靈久 在這一集 又以大型馬桶人複製人軍團造型再度出現 這意味著 馬桶人被衝刷 實體本身根本不會死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 男子漢靈久的自我複製能力拉寶珠性命 關於這個現象 我們就可以稍微討論一下一位小星星的留言 2009年過了 可以開始開掛了對吧? Oh my 其實我是認為這些實體的能力 本來就是相當開掛的一件事情 從前幾集中不難看出 他們在前一集被衝掉 下一集又跑出來的現象 看來作者是想要引發大家的疑問吧 究竟這些馬桶人要怎麼對付 才能真正被宰掉呢? 接著我們要來進入劇情啦 基於上集教會聚會被入侵 馬桶人陣營決定策劃下一場戰爭 他們派出了三巨頭馬桶人 羽南之漢09 變成了數個大型馬桶人複製人 同時還有數個實體變身成為骷髏 潛入攝影機人陣營 他們還讓高登和巴尼 裝成普通人類 被三巨頭馬桶人給壓扁 離破守護人類的攝影機人那一方 不得不趕緊進行一場全面戰爭 可見這場戰爭的節奏 都在馬桶人陣營的掌控之中 但這次他們加派大型攝影機人 以及運出飛船來進行攻擊 也從其他地方掉以更多攝影機人應戰 而首發攻擊的 當然就是三巨頭馬桶人的三頭 同時進攻 秒掉掌進者 看來雙方大軍一觸即發 然後我們趕緊進到第12集的場景 馬桶與攝影機人在橋上短兵相接 橋下躺著攝影機人的屍體 以及殘破的數個馬桶與迷你馬桶 牆上貼著男子和零七馬桶人的照片 但是已被攝影機人噴漆 目前做一個合理的推斷 或許他們大規模的戰爭原因 是雙方爭奪地盤 天空中有個巨型飛行馬桶人 臉有些模糊 但推斷應該是男子和零九 正在準備下一波攻勢 橋上有三個大型馬桶人 裡面有兩個相同的頭 推斷應該又是某屍體派出了大型馬桶人分身 雙方激烈碰撞 一個大型攝影機人抓起了朝他進攻的馬桶人 丟向遠處 居然碰的一聲發生了爆炸 我在想這或許是大型攝影機人的攻擊模式 先在對手上安裝微型戰爭後 再把他們丟出去炸個粉碎 接著大型攝影機人用他雙手 像是打排球般 把三個普通馬桶人甩出去 他們三個分別掉落到橋下 但卻只有其中一個產生爆炸 這難道是因為安裝戰要需要時間 所以他只來得及處理一個嗎? So weird 這時掌鏡子的後方 來了一個普通大小的光頭馬桶人 可以在現場地上看到大型攝影機人的頭 後方還有爆炸後的馬桶人的屍體 這次攝影機人緊張的伸出雙手 想辦法壓制馬桶人 左手又另一推 把馬桶人的腦袋推向右側 接著拉起沖水桿解決掉的對手 下螢幕右邊突然出現男子和靈機變成馬桶人 且已經準備要攻擊攝影機人 然而在關切的時刻 卻被大型攝影機人抓了起來 丟了出去 男子和靈機變成的馬桶人 就這樣在巨型Gman馬桶人旁邊爆炸的消失 這時巨型Gman馬桶人 居然使用了新的特殊能力 雷射岩 OMG這不是超人的招式嗎? 而他的目標 鎖定了橋上的攝影機人軍團 其中一名大型攝影機人 被攻擊導致燒了起來 並且從橋上掉落下去 來不及逃走的大型攝影機人也倒下 攝影機人倉皇逃走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男子和靈九變成的巨型飛行馬桶人 已在戰場上消失了 接著巨型Gman馬桶人 又再度發射了一次雷射眼 攻擊主視角的攝影機人 接著畫面出現的雜訊 意味著攝影機人的死亡 再次也分享一個有趣的情報 Gman在戰力時空中 正是以他炯炯有成的詭異的雙眼 為招牌特色 有趣的是在2014年 戰力時空2的某式官方更新中 因為Bug導致NPC不再眨眼睛 其中不會眨眼睛的Gman 變得讓人更加不寒的力 而這個差異情持續了5年後才被解決 記得讓我們回到巨型分析 馬桶陣營與攝影機陣營的戰爭 如火如荼的展開 看來橋下的區域是攝影機人的勝利 來著橋上的戰爭 依然沒結束 但看來大型攝影機人加入戰爭後 讓聖利女神 逐漸朝向攝影機人陣營微笑了 就在戰況看似順利的同時 掌勁者右邊 忽然出現馬桶人的襲擊 好不容易解決完一個馬桶人後 攝影機人想要稍微喘息一下 又再度遭受到男子和零七馬桶人的偷襲 好在大型攝影機人夥伴即時出手相救 將男子和零七馬桶人扔出去炸毀 但沒想到巨型GMAN的馬桶人 卻在此時發動了他的特殊能力 雷射眼逆轉五戰局 沿進橋上大型攝影機人燒的燒 死的死 攝影機人夥伴也只能逃串 隨從巨型GMAN的馬桶人 竟把目標轉向橋下 傻傻注視這一切掌心者 用雷射眼拉臨的便當 而原本在戰場上的巨型飛行馬桶人 究竟去哪兒呢? 答案就在第13集喔 這次戰場來到都會區 地上散落著人類汽車殘骸 攝影機人的屍體 以及破碎的馬桶 攝影機的陣營派出了新單位 步行者攝影機 不能看出他的組成 是外出攝影用的三腳架 數位攝影機 上方還裝了高級收音麥克風 下方則有一架雷射砲管 由於他靠著三隻腳架來移動的關係 讓他走路有些搖搖晃晃 接著大型攝影機人指揮他 朝向天空發射速發雷射砲 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 步行者攝影機是被命令的 也就是說他的軍階低於大型攝影機人 OK 他們的目標是男子和09 變成了飛行巨型馬桶人 與他身邊的飛行馬桶人大軍 雷射砲雖然命中了數個飛行馬桶人 但是對飛行巨型馬桶人的傷害非常低 攝影機人的運輸飛船 此時正飛到了飛行巨型馬桶人的正上方 他們打算進行空降 到飛行巨型馬桶人身上 兩個大型攝影機人成功空降 過程中飛行馬桶人 採用身體撞上飛船自爆的方式 對著運輸飛船進行自殺式攻擊 而在第二個大型攝影機人的空降時 運輸飛船的動力被摧毀 燒了起來 並且開始施工下墜 使得第三個大型攝影機人不但空降失敗 身上還著火從高空掉落 即使男子和靈酒也使出了G-Man 在上一集使用的招式 雷射眼 對著步行者攝影機發射 讓他爆炸倒下 倖存的大型攝影機人則繼續前進 此時兩位成功空降的大型攝影機人 拉且沖水拉桿 沖掉了飛行巨型馬桶人 然後也導致他們一起從空中墜落 這時左邊則襲來了 由光頭變身成了飛行馬桶人 他身上著火撞向鏡頭 看來這次長進者也GG啦 從攝影機人陣營不斷派出更強科技 可以判斷他們失誤擁有科技實驗室 而且還有很多尚未展現的高科技 接著我們進入巨型分心 戰線持續擴大到了都會區 未能順利空降 並解決男子和靈酒變成了飛行巨型馬桶人 攝影機人陣營派出了步行者攝影機 支援運輸飛船 他用雷射砲瞄準了飛行巨型馬桶人 身邊的飛行馬桶人們 避免他們阻礙飛船 同時飛行馬桶人也發現了對方意圖 企圖撞回飛船的引擎 結果兩個大型攝影機人 成功空降到了飛行巨型馬桶人身上 意圓失敗 從空中掉落 且運輸飛船也犧牲 男子和靈酒知道他們的意圖 但並不阻止 他反而瞄準了步行者攝影機 並用雷射眼 摧毀了他 以周遭的大型攝影機人 而空降小隊 最後成功衝掉了飛行巨型馬桶人 但他們卻只能跟飛行巨型馬桶人一起衰弱 同時掌進者也被燃燒的光頭馬桶人 進行了自殺式突擊而倒了大霉 看來這裡的戰士告一段落 下一集將會換一個戰場 而我們這集的馬桶人解析 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這集影片中也有不少細節 而且內容相當多 不曉得各位覺得如何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你的想法喔 當然也要感謝你的收看 那麼想要看到更多影片 而還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 不妨考慮訂閱一下這個頻道 最後追蹤的方案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心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 掰掰 él David MV